黑亚当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黑亚当原名特斯亚当 在电影中黑亚当的力量来源是 他的儿子被赋予了埃及六神之力后 为了拯救生命垂危的特斯亚当 将埃及六神的力量赋予了他 而在原著漫画中 黑亚当则是直接被赋予了埃及六神之力 知识二 在电影和原著漫画中 黑亚当都是在数千年前被巫师封印 直到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 才被解开封印释放 在电影中解开黑亚当封印的人 是阿蒙的玛玛伊西斯 但是其实伊西斯在漫画中是黑亚当的妻子 而阿蒙则是黑亚当的弟弟 而且在漫画中黑亚当的封印 其实是电影《沙赞》中的反派西瓦那博士解开的 知识三 黑亚当在电影中展现了强大的力量 所有的大炮子弹都无法伤他分毫 几乎免疫所有的物理攻击 但是却被一个用永恒金属造成的火箭弹炸伤 而永恒金属是迪西世界里的一种稀有金属 这种金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黑亚当面对这种金属 就像超人面对客室一样 都是他们物理防御的致命弱点 知识四 在电影的结尾彩蛋中出现亨利卡维尔客串的超人 当时看彩蛋的时候 以为之后会出现超人大战黑亚当的场面 不过在现在看来是已经不会有了 但是在漫画中确实有过超人跟黑亚当一对一的战斗 黑亚当也是超人的经典素敌之一 两个人几乎势均力敌 知识五 黑亚当在迪西的故事设定中 是一个反英雄的超级反态 他是沙赞的经典素敌 两个人在胸前都有着一个醒目的闪电标志 而且在外形跟能力方面都近乎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黑亚当的力量来源是埃及众神 沙赞的力量则是来源于希腊众神 除了力量来源不同之外 几乎一模一样 二人在漫画中也有过多次交手 但是都没有明确的分出胜负 经过多次战斗之后二人的关系也变得一滴油 还曾一起联手对抗过超人 知识六 黑亚当之所以在每次变身之前都要喊出沙赞二字 这是因为沙赞的因为名字是六位埃及神明的首字母所组成的 分别是第一个字母S代表耐力 令黑亚当可以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存活 第二个字母H代表速度 令黑亚当可以高速移动 且拥有超人的反应能力 第三个字母A代表健壮 令黑亚当可以拥有神一般的力量 能够举起巨大的物体 第四个字母Z代表智慧 令黑亚当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以及在战斗中的应对能力 第五个字母A代表神力 令黑亚当能够轻松运用雷霆之力 第六个字母M代表勇气 令黑亚当拥有超强的防御力 能免疫一切物理伤害 以及在精神层面免疫心灵控制